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本节目由海普洛斯特约播出 这是赫赫有名的明十三陵当中的定陵 是中国第一个 也是唯一座被考古学家主动打开过的皇陵 定陵是明万历皇帝的陵墓 里头埋葬着万历皇帝朱一军和他的两位皇后 在万历一朝出现过很多 咱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名人 比如说改革家张居正 清关海瑞 名将七级光 医药学家李时珍 戏剧家汤贤祖等等 可以说万历的那个时代 汇催了无数中国历史上的名人 文化是异常的繁荣的 由此您可以想见 定陵里头得有多少奇着异宝 你看我这个脑回路是这样来的 后来一发觉果然出土的随葬器物 包括金银器 玉器 瓷器 漆器等各类珍贵文物 近三千件 而其中最特别最醒目的 也是今天换之要给大家着重介绍的 当属这件金丝易扇棺 来看画面 这顶金灿灿的金丝易扇棺 封高24厘米 棺口净20.5厘米 全棺仅重826克 是迄今为止中国现存的唯一顶帝王金棺 您注意看细节 整件金棺全部都是由直径0.2毫米的金丝 纯手工边界而成 红眼均匀 没有任何打劫或者断开的地方 而皇冠上的立体双龙细珠造型 仅龙鳞就有8400片 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尤其是黄金的材质 让双龙细珠的质感 是雄猛而威严 王者气派张贤无语 你再看看上面那个龙身部分 每一个鳞片 是由一个一个的小花丝的丝圈 一半压一半形成了龙鳞状 就是半月眼这个形状 一层压一层 显得是非常形象和逼真 你看那小龙爪子 一厘米大小左右 上面的肉垫 金剑 上面那种鳞片状的东西 全都给做出来了 非常非常的精美 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一顶如此名贵精致的官貌 却在明代的各种画像当中 找不到万里皇帝带着他的画像 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学者提出 这顶金丝易善棺很有可能并不是万里皇帝生前使用的 而是在他去世以后专门为他制作的随葬品 也就是所谓的名气 这种说法刚刚提出来 就遭到了反驳 有专家提出 说根据这顶金冠公义的复杂程度 两三天之内想做出来 那不现实 即便是熟练的匠人 至少也得花上个两三个月 一百天左右的时间 才可能完成 一百天左右 万里皇帝从去世到下葬的过程 咱们不妨来看看 明神宗实录的记载 那是在万里48年7月秉身 皇帝驾崩 然后是一日发丧 也就是第二天皇上就发丧了 虽然说这个万里皇帝未必是去世之后 第二天就大炼入关 但是按照古代的丧葬礼仪 皇帝从去世到入关这段时间 往往不会太长 通常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基本上就大炼入关了 所以这顶金丝翼上官 肯定不是在万里皇帝死后 感至的名气 显然是来不及 咱们按照这个逻辑反推 那这顶金官肯定是万里皇帝 生前时常佩戴的 而且很有可能是 夏天上朝的时候戴的 清爽透气嘛 所以才会随葬在关中 说实话 这顶金丝翼上官 咱们今天看来那是滑贵无比 可是对于皇帝来说 那可能就是一件平常的官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万里皇帝朱义军呢 他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 在位四十八年啊 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整个中国的皇帝史上 也数得着 在他即位初期 确实是他勤于节俭 颇有明军奉范 可是在执政后期啊 他荒语朝政 开创了二十八年不上朝的 帝王职场记录啊 这二十八年没打卡 早就应该开除了 甚至他呀 还以金钱诸玉为命脉 爱财如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将日常佩戴的官帽 打造的如此 华贵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同样在定陵当中 能够与这顶金丝翼扇官相媲美的 其实还有一件官帽 华贵程度啊 不遑多让 话不多说 来看画面 这是定陵内属于校端皇后的六龙三凤官 古人头部事物称为首服 皇后作为古代女性地位最高之人 首服的设计与佩戴 那是可想而知的 再隆重也不为过呀 这一点在这件六龙三凤官上体现了十分的明显 您瞧啊 整顶官帽龙凤姿态生动 珠宝金翠色泽艳丽 共镶嵌了红蓝宝石一百二十八块 珍珠是五千四百四十九颗 可以说明代奉官美学即大成 这是代表之作 别的先按下不提 单说这红蓝宝石一百二十八块 这在明朝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价值呢 什么概念呢 咱们用数字说话 据记载明朝一分重的红蓝宝石售价是八十两白银 你要是对八十两白银也没有概念的话 咱们可以用常见的食物 面粉大米来衡量 八十两白银 大概可以购买面粉一万斤 或者大米八十蛋 八十蛋大米啊 九千六百多斤呢 这个龙凤官呢 在明朝 他是皇后 侧封时候 另外就是叶庙 也就是拜叶太庙 还有大朝会的时候 他接见命父 说是带的礼官 那么他属于礼服的官代 不过这里头啊 有一点很奇怪 其实从洪武元年的时候 为接续中原汉帝的礼服制度 明朝参考的是宋代的官服制度 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 皇后的龙凤官应该是九龙四凤 这显然跟这个孝端皇后的六龙三凤官数量 是对不上的 这里头有何玄机啊 我们看孝端皇后的两点凤官 分别是九龙九凤官和六龙三凤官 那么合起来看呢 那就是龙十五条 凤十二支 而孝敬皇后的龙凤官呢 是十二龙九凤官和三龙二凤官 我们看出了它龙也是十五条 凤呢是十一支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数量上的 这种规划设计呢 这是因为皇后的凤 它是不能超过 象征皇帝的龙的这个数量的 孝敬皇后和孝敬皇后 她的龙的数量是十五 但是凤呢都没超过 孝敬皇后十二支 孝敬皇后十一支 您是不是又好奇了 同样是皇后 为什么孝敬皇后的凤官 会比孝端皇后少一支呢 这个啊 确实是刻意的啊 这个表现出来的差别 因为孝端皇后是原配皇后 孝敬皇后是后来追封的 那么尊卑上还是有区别 说到底这都是明代理智森严的一种体现 中国有礼一支大顾称 夏勇佛张之美位之华 华夏衣冠蕴含着中国人的理智观念 伦理习俗和审美情趣等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一点在定灵出土的文物当中 尤其是这两件国宝上得到了全面的引证 看似蚕次的文物为何一跃成为国宝 它们的价值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的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怎么一般提到国宝啊 像上节提到的这个金丝易善官和六龙三凤官 那几乎无一不是精美绝伦 找不到什么瑕疵的 这完美无缺 可是也不是所有的国宝都这样 有些国宝看似不那么完美 甚至可以说有缺陷 但是并没有妨碍它们的价值 比如说远的有法国卢浮宫收藏的 断壁维纳斯这文明世界 近的有洛阳博物馆的残缺佛面 那种残缺的脸颊 似乎更让人感觉到它的柔和温婉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讲的 也是类似于这么一件 瑕不掩瑜的国宝 那往这看 这是清康熙年间烧制的一对五彩花瓶 如您所见 它在初遥的时候 其实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 它歪搏啊 可以说这是一对残次品呢 可它并没有被当场砸掉 反而历经了三百多年时光歪打正着 成为了福建德化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诶 德化 德化盛产的不是 这个白瓷吗 牙白的那种颜色的 跟眼前这对花瓶 从颜色到图案似乎都有 就明显的不同啊 这怎么回事呢 来 咱们先讲这对花瓶的来历 那么这一对的来历呢 实际上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它这个平底呢 有六款 就是康熙二十五年 康熙二十五年 福建德化支县叫范正禄 此人呢 是这个浙江宁波的那一代的人士 他来到德化座支县之后呢 就盘算着制作一对五彩花瓶啊 想进贡到京城皇宫里头 那进贡的物件在制作上得用心得仔细啊 于是乎范正禄就命人在瓶身上铺满黄底 然后再绘制九条帝王专属的五兆飞龙 可谓是旧有武至尊 期待是美好的 可是当范正禄来到卢瑶前 准备欣赏烧制出来的花瓶的时候 它的脖子气得跟那个瓶子一样歪 没错 这花瓶出窑就是个歪脖 烧成的火候控制得不到位 所以它变形了 有点歪了 因为德化瓷土本身 它这种材质比较软 所以烧大件的 它很不容易烧 这对九龙瓶是超过五十一公分 那么在一千三百多度的高温下 实际上里面的这个瓷土就像麦芽糖似的 所以如果火候控制不好 就很容易变形 那您要问了 这都稍变形了 理论上就应该是砸了再来一次 是不是 结果没人砸 因为这个德化瓷当时不是官窑 所以烧坏了 并不用当场砸碎 不过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呢 谁也不敢占用这对画着龙的花瓶啊 这是剑阅呀 最后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 就把花瓶啊 供奉到了当地的土地庙里边 您别说啊 这样一来 这对花瓶反而是在这个 鸟鸟青烟当中 躲过了朝代的更迭 躲过了战火硝烟 历经三百多年的时光啊 它奇迹般的保存了下来 后来就拿到这个国营第二瓷场的陈利市 进行收藏 那么陈利市改制以后呢 才移交给我们博物馆 因为当时康熙25年 有这么成熟的武彩 那么有的业内专家呢 就说呢 实际上这对是可以改写 中国陶瓷石的历史 据专家分析 从瓷胎上看 这两件瓷器 比较符合德化当地的这个特色 比较白 比较软的这种瓷土的特征 所以很可能是当时的枝线范正路 从宁波请来了师傅 在德化加工烧制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把德化的瓷台 带到宁波进行绘制加工 反正无论如何吧 康熙20年在德化一带 就能够绘制并烧出 这么成熟的五彩瓷屏 那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 尽管它有瑕疵 可是这严谨的构图和气韵生动的画面 都将当时的民间彩绘技巧 表现得十分出彩 可以说作为德化陶瓷博物馆的 镇馆之宝 这对五彩花瓶 歪搏五彩花瓶 当之无愧 一把无盖超容量紫砂壶 竟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寻找无盖的过程中 又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缘分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件国宝 来自福建晋江博物馆 同样有瑕疵 或者说有残缺 可是它不仅成为了国家一级文物 最终这个残缺 还得到了完美的补救 来 看画面 眼前您看到的这件紫砂壶 是由明朝天启年间的紫砂壶大师 李仲芳烧制的 比起咱们一般见到的紫砂壶 这件紫砂壶可以说是体型硕大呀 简直可以供七八个人同时来使用 湖身通体浑源 上头刻有 白花浮玉碗 清浪范精碑两句诗 以及 京西李仲芳名款 和天启丁卯年的明文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 吴美鼎 在他的紫砂壶专著 杨县明湖副当中评论 说仲芳古圣而秀出刀绢 可见李仲芳 智乎记忆之高啊 像这种壶啊 很难再找到这些东西了 可以说 说到这您肯定觉得奇怪吧 不挺好的一把壶嘛 也没见开裂扭曲啊 等等那些问题 残缺 残缺在哪啊 这么跟您说吧 这把珍贵的紫砂壶 在刚得来的时候 它是没有杆的 时间拉回到1972年的近江 当时在近江文化馆工作的 黄世春 平时就喜欢和文文爱好者交流 有一天呢 有个叫王杰的朋友 找到王世春 说要请他到自己家里 帮忙看看 刚收到手的一些个物件 黄世春呢 硬邀前去 在王杰拿出来的一堆瓶瓶罐罐里边 一眼就看中了这把瓶瓶 我说这一件呢 那是不得了了 至少就这么大 很少了 工艺上都是很到位 但是可惜 他说就没有盖 明明是一把好壶啊 没有壶杆 在王杰眼里呢 这把壶就已经失去了 他原本的风采 价值那也是大打折扣 于是他索性就把壶啊 这个让给了黄世春 说 我呀 想捐给晋江文化馆 当时黄世春手里边 捧着这个紫砂壶 是既开心又遗憾 开心当然是得了一把好壶 遗憾不言自明 在不缠紫砂壶的晋江 就是想给它配个盖啊 也配不上啊 那您要问了 这展示出来的紫砂壶 这个盖是哪来的呢 或者说这个遗憾 是怎么弥补的呢 这事儿 还真就讲个缘分 说当时没有配到盖子的黄世春 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一有机会 就到各个文丸集市去走走转转 就这么一晃两年过去了 始终都是没有收获 不过从那时候开始 当地几乎所有喜欢文丸的人 就都知道老黄在找一个壶盖 人常说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有一天一个跟黄世春 学照相的年轻人找到了他 说建议他去青阳镇上的 一个文物店里碰碰运气 这个人开店的人叫转截图 年纪很大啦老头子 慢慢我也不提什么东西 后来我一直看 看那个夹子胶上有一个茶壶盖 在那个边上 我说你拿个什么东西 他说以前人家拿一个茶壶来要卖 看办厂拿走了 就放下一个盖子 我说这个人在哪里啊 他说不知道了 已经是一两年前的事情了 难道去卖壶的 就是黄世春的这个老朋友王杰吗 他不小心把盖子拉在那儿拉 刚开始黄世春也这么想 可是经过一番仔细的询问 他发现卖壶的人并不是王杰 而是另外一个人 是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家 当时由于双方价格没有谈拢 最终这笔买卖呀 并没有成交 可走的时候 老人家把盖子给落在店里了 店主人发现之后 就把盖子留下了 想着老人早晚会回来找的 可是没想到 两年过去了 没见人家登门 听了这话黄世春就想了 自己从朋友王杰手里边 拿到这把壶也差不多两年 所以很有可能是那位老人家 从店里边离开没多久 就把没有盖的这个壶便宜 卖给王杰了 那正好我就把家里 这个壶拿过去 给他对对看 他说对对对对 那就我就跟他要这个盖子 给他一点钱 他还说不要这个东西 也使别人留在这里 结果我就成了整个队友了 您瞧瞧 这是什么样的神仙缘分呢 不仅配上盖了 关键难得的是原配 可以想见 当时的黄世春得有多么兴奋呢 可兴奋之余 黄世春突然又发现不对劲 怎么这把紫砂壶的盖 和壶身颜色还不一样啊 难道说这个壶盖 并不是这个壶的原配吗 我以为是这样的 那个茶屋在他家里 他换了个盖子 还能不能再用 再用跟不再用 可能又差点颜色 那当时回来以后 我还弄一点 差颜色 把它小一涂一涂 后来慢慢的 久了就一样了 尽管最后颜色接近了 壶盖子也严丝合缝 可是黄世春心里 多少还是有点遗憾 他一度很想找到 那位卖壶的老人家 想了解更多 关于这把壶的信息 可是老人家自始至终 音信全无 就连他的朋友王杰 后来也失去了联系 很不幸的时候 就王杰后来 死了 得病死了 所以说我想找这个老头子 从这个社区断了 跟这个老头子聊一聊 他这件怎么来的 那是最理想的 最遗憾 最遗憾的就是这个问题 到现在还在遗憾 当然遗憾归遗憾 黄世春的执着最终 还是成就了一件完整的国宝 这无疑是一件再幸运不过的事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 和微信公众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